Podcast 品牌变现 全台最大托管平台 First Story 帮你实现 创作者们 开启订阅制吧 接受赞助 创造收益 和粉丝一同努力 First Story 提供多元方案 协助创作专属单集 一键整合平台 金流 会员 带动听众人数 提升收听量与分享量 现在开通订阅制 再送十万次节目宣传曝光 乡亲点击资讯栏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听来北山 我是秀珍 大家好 我是慧轩 我们来北山 上礼拜跟各位听众朋友 说到屏风山 我们泰鲁阁国家公园 因为0403的时候 泰鲁阁国家公园 因为地震的关系 现在大部分都 一些步道 一些景区 都是先暂时不开放 所以听众朋友 如果一定要去那附近 要特别注意 这些讯息 自身的安全也要注意 我们上礼拜说到屏风山 哇 真的是 那是要不太 太厉害了 不太好爬 不是很好爬的 中恒四辣之一 所以在屏风山附近 包括我们慧轩 上礼拜去这个 我们说河环北风 这附近 因为河环山 河环山是我们台湾人 算是说 几乎都是厚回方 对 高山后发园 有够好处的 就是游泳沿着就够了 所以很轻易就把所有的东西都带在山上 包括本首 包括保特瓶 包括买东西 买水果 果皮 菜 一些菜渣 全部都会圆圆的山坡 所以 大家 希望大家可以注意这些事情 因为年转已经二十几年了 穿本舍穿到买了 久有发动穿几乳 几乳穿地 很怕人 所以也标示我们北山的 还是我们游客 我们的素养 要稍微提升 对 吃起的东西一定要吃下去 不然就是会害到我们 后面的人 你的怕孙 来动物 我们很多野生动物 有的都吃到索卡鲁了 对 所以这我们大家一起来 我们大家一起来 真的 大家尽一点点力量 我们就不用那么多人 后续要去做这些 清理的动作 对 而且东西有的无法腐化 对 有的是金属的东西 还是电磁的东西 它都会危害到我们的水源 对 我们下游喝到的水 大家你就知道了 所以这些癌症 这些病 也是点这些根源来的 就是我们的上游 不要乱的大小便 我们可以离开水源 30公斤以上 对 如果要乱 要放15公分 这个深度 15公分 掩埋好 不要叫动物去翻动 或什么的 这是我们的资源 因为我们是地球的一分子 对 而且我们只有一个地球 我们只有一个台湾 对 所以我们真的要好好守护 所以为了我们的 这个 比较美丽的这个环境 可以像我们现在要继续 跟听众朋友分享的 起来南风 这种CP值概括的 对 这个我觉得是 和欢之后 大家的下一座山 我觉得很适合走这一条 不过我觉得 现在就是这边的这个路况 不是这个连外的这个山径 不是很稳定 因为这个南高越岭到我们 三月我们才 我跟秀珍姐一起去 因为这个登山学校的这个 要拍高阶课程的这个影片 所以我们就是 有来到这个山区 那我们发现这个 这个跟我之前 七年前去走的那个崩塌点 还有就是因为这一次 我上次是走 一开始就走这个 越岭道的部分 这次我是从云天宫那边 就直接高绕了 所以这一段 我是没有走过的 我也是 我也是 我也是第一件 对啊 对啊 那基本上你云天宫 就是要继续再往上开 然后往上开之后 然后就开始 就是走森林 这样子一直高绕上去 其实后来 我有回家看地图 真的跟原来的那个 横向的道路 真的差很多 我们等于是去 准备要去爬尾上山 就是那一条 就是要去爬尾上山的路 然后我们现在就是说 高绕的路 利用那一段路这样子 意思就是说 你如果走那条 跟我再加一条尾上山 对啊 要爬就爬一个比较整齐的 对 对 所以现在这个路况 就是大家要小心 虽然 所以我们这次像出来 我们其实也都有看到 这些很辛苦的 这个修路的工人这样子 对 然后一直在维持那路况 有一个就是登山的社群 然后有个山友 就是从那边回来 然后他有贴一些照片 就是回报说 持续在崩塌 好像是3K 还是什么地方 反正就持续崩塌 结果后来 有一个山友就回应说 哎呀 建议这条路干脆 就辟一个 就是重新改到 就是改成一个 比较稳定的路线 这样大家也比较好走 因为那没法走 对 这个路况也是 不过我觉得就是呼应 我们现在 其实去走 荷欢山 去埔里 其实走国六很快 对不对 对不对 真的 以前都一直要走 那个下面的台十四 走好久 经过草屯什么什么 一直弯进去 现在很快 国六就是直接可以 下埔里了 对 那这个 就是有一位 这个党团总召 他就希望说 这国六呢 继续给他切进去 就直接穿越中央山脉 然后从这个 花莲的同门出去 那其实他这个建议呢 其实 我们爬过的人都知道 就是实在是不太可行 因为我们就算走 用双脚去走这段路 我们都觉得 有相当的危险性 地质不是很稳定 因为而且这边 其实真的有断层带 除了西边有这个 这个所谓云海保线索 其实他这边 有一个叫云海断层 然后在东边呢 就是翻过这个 这个光辟巴表岸部之后 东边呢 也有这个天长断崖 对 然后还有蛮多 这个五甲崩山 那边的这个崩塌地 所以其实我们走过的人 就知道 真的是不太可行 对 那其实呢 这个在日本时代那时候呢 其实就 他们日本人 也想打通这一条路 而且甚至那时候 还没开中横的时候 其实他们就想要 用这条路当做 台湾第一条的 横贯公路 横断啊 他们那时候叫横断 横断公路 但是呢 后来也是因为 诸多的原因 就是没有完成这样 所以呢 我觉得就是说 其实应该是说 很多事情 我们真的是要 仔细的评估 而不是说 一味的一直去开发 一味的开发这样 好 我们之后呢 也会慢慢来跟大家 分享这一段路啦 能高越岭 也是很精彩的 对 2022年有怕过 对啊 修正姐才刚刚走完 这个能高越岭道 我是2017年 19 19年去走的 所以也是有相当的时间了 对 好 那我们这个 走这个旗来南风 就是一定会走这一条 这个能高越岭道西段 算更近啦 对 更好走 对 顾天子山庄 更短 对 这里因为有一个 五星级的这个山屋啦 对 那不过这个山屋呢 老实说以前 日本时代就有了 而且它那个 听说就是一个 全部都用檜木做的 很香喔 然后以前也是 这个 这个很高级的 这个这个招待所 一个一个住的地方 对对对 所以呢 大家应该就知道 这条路呢 其实以前就是 所谓的这个 呃 不是日本时代就有 甚至推到更久以前 以前就是 因为这边是赛德克族嘛 赛德克族的领域 所以以前呢 就是像那个啊 天时山庄的 那个庄主 李正一嘛 对 他就是赛德克族 他好像是春阳的人 就是我们上次去 不是也住春阳嘛 住小燕子那边 对 所以呃 这边是赛德克的族群 那以前呢 这边就是他们的 也算是猎场啦 他们的传统领域 那以前呢 就是有所谓的 他们的生存的 这个这个道路 那后来呢 日本人来了以后呢 又做一些 这个有调查队去探勘啊 然后才慢慢 有这条路出来 对 所以也是有相当 相当的故事啦 那我们通常 走这一段路呢 就是沿途 就是呃 其实本来以前是 很好走的路 而且呢 以前有很 可能有一些 很美丽的吊桥啊 或什么 但是都是因为 这个 这个路况一直在改变 所以一直崩塌 所以有些吊桥 甚至都滑到下面了 都已经看不到 那我们就要持续的 偏证人说高绕 像我们这次也是 横渡几段 都是崩塌地 然后要不然就是高绕 所以走这段路也是 好像越来越辛苦了 是啊 对对对 以前都走这 因为它也算保鲜索啦 所以它的路有更大一点 是是是 可以再开这个小花 我们说的小 小搬运车啦 对对对对 以前就是 还有这个机车嘛 对对对 他们搬运像天子山庄 我们平常要吃的一些物资啊 运补这些都是 对 嗯 好 好 那基本上这个 应该是说 齐来很多山头 我们介绍了 祖峰 北峰 对不对 然后呢 上次有提到这个连峰 卡罗罗断癌这些 听起来都是比较险峻 就是齐来给人家的感觉 但是呢 齐来南峰呢 其实 相对其他的 他的这些 这些山头 其实是比较让人家觉得比较平易近人的 所以他也有一个名字叫石虫 虫高的虫 就是说 他其实他是一座很丰润 然后又很开阔的 然后因为大家如果有去爬过 应该就知道 他其实上面也是一层 像草原一样建筑草原 所以非常的 很舒服的一座山峰 是平易近人 对对对对 那他当然呢 每次去爬这个齐来南峰 因为他其实是算在太鲁格国家公园里面的一个山域 所以如果你要去爬齐来南峰 是要申请的 是要申请的 但是如果你去爬南华山 因为大家一定都会顺便去走南华山 南华山是 其实南华山他是能高山的北峰 他有另外一个名字是能高北峰 所以他已经算在能高安东军的那一块了 对但是因为我们有时候通常讲齐来南峰 我们就会一起走嘛 那我们就会顺便讲 对那这两座山齐来南华 基本上就是很非常平易近人 如果说大家爬完和欢系列群峰之后呢 来接这个 对对对 而且这边就是其实在天池山庄 不但是住的舒服吃的舒服 你在这边 看云海 对云海 这边是不是好像也可以看日出 可以 对这边也可以 日出日落都可以 对对对 我记得上次我们不是去那边 然后后来我们在短背的时候 看到那个像牛魔角 牛魔角 对对对 卡赫尔山 卡赫尔山就冒出来了 然后也有看到能高竹 非常非常壮丽 然后下面就是一片云海这样子 对所以这里 这个路线算是这个CP值很高的山 而且你也可以跟这个山庄来订 火石 住宿 睡袋 对对对 睡店 反正都跟他用租的 没错没错 没错没错 这个是蛮好的 对对对对对 其实在台湾八山真的是很幸福 我们说到你要去拜圣母峰 入山镇 我们上面有说过 一万一千块的米金 那乡都多少你知道吗 乡都是八千块米金到一万块米金 那这么好谈 没有呢 这完命 完命 完命的工作 我跟你说 因为就 要把他的 这个 孩子 家庭 建设起来 他真的是去完命 我们当时去圣母峰的时候 很多学霸 学霸人 他如果去 要去 去带圣母峰 他的老婆老母都是 胃泪洗面 因为他不知道回来不回来 很容易就不见了 就没有回来了 你的登山装备 还是物资 差不多要花1500块的美金 真的是 钱打出来的 氧气瓶 一趟三公斤半 差不多550块美金 要数多少 差不多数五罐至六罐 面罩就要450块美金 面罩和氧气桶 中有一个调节器 也要450块美金 所以算算的 要4000至5000块美金 各位听什么 口袋很沉 可以去拜圣母峰 所以直接进行 我们就来拜台湾的山 爱我们台湾的山 我们台湾的山是在一起 很漂亮的 有水气 现在来到湿台南风 和旁边有一个南华山 就是我们的南华北风 是是是 说到CP值通关的山庄 我真正去也走一个你知道吗 就是2022年的时候 我去走南华临 南华临到 走到华临去的时候 走走一个 快点 有法度在那里喝咖啡 看酒 就是只要有一个住的地方就好了 可以避风 是啊 竟然可以在那里很悠闲 是啊 看酒 喝咖啡 开港 对 那些气氛 原来营造得很好 所以已经有留留心 日本的山 日本的那种山越风气了 的经营 对对对 厚经营也是这样 所以我感觉 这就是我们大家 可以尽量去维护 维护 还是你看看 有这么好的环境 我们就要丁销 对 其实天子山庄就是 大家已经想说 他这个因为 齐来南风是属于 这个泰鲁阁国家公园 那可是呢 其实这个天子山庄 他其实是一直都是 林务局这边 林务局就是现在林业属 那应该是算 这边算南投分属 对 就是一直都他们在经营 那之前我知道 比较久以前的山友 像我 这个至少有爬十年以上的山 就知道说 以前其实是当地的原住民 当庄主 像李正义他们 是他们在 在就是林务局 请他们管理这样子 然后像吃啊住啊这些 那但是呢 就是这几年 就是后来林务局就是 就是有一些做法 有一些调整啊 所以他们现在就是改成 呃外包给一个就是 比较是呃外包的一个厂商 曾经是米亚商嘛 嗯对对对那现在 当然他们就是食物跟住的地方 好像又有一点区别啦 不过现在整整体的感觉起来 就是非常就像刚刚秀森姐讲 非常不一样 里面有书可以阅读 就是说包括这个书呢 包括一些三月的书籍 还有就是跟这一条路有关的 这个南高越领道 因为像杨南俊跟徐如玲老师 他们就写这一条路的一个人文历史 非常精彩的书 那你在这边也可以翻得到 那还有一些相关的 就是我们有没有登山的一些小包包啊 什么一些衣物啊 其实都可以在这边买到 然后也可以在这边看书 然后喝咖啡 对不对 我们那一次去拍片 也是在那边喝下午茶 对不对 对所以整个环境是 已经就是变得蛮多的 还有就是说有一些像鞋子啊 他有一些规定 就是你在外面要先弄干净 不要就是直接穿进去啊 或什么 对在管理上真的是 已经有一些相当的改善了 所以我们在山路里里面 也是有看到改善很多啦 对对对 那过来就是 它们有不定期的 会说有一些分享会课程 对晚上的时候 对对对 所以这都是我们慢慢追求 希望八山不是这样 哇操操操操啦 平平平平啦 或者是说就是 纯粹就是体力的锻炼啊 或什么 其实爬山其实还可以很多 譬如说 它有一些相关的书籍 或者说你可以就是先认识 这一条路 你走这条山路 这个相关的山区啊 相关以前过往的历史啊 而且我觉得那边的 有一些那个住点的人员 也是很幽默 很有趣 对有时候也可以跟他们聊聊天 他们也会分享说 他们遇到很多不一样的客人啊 什么什么的 对 所以我觉得爬山其实是一个 就像山一样 其实是一个很很广袤的一个地方 它里面还有很多东西 所以你不见得只是看到山顶的三角点 其实很多包括植物动物啊 然后很多的各种环境啊 地形啊 地质 太多东西了 对对对 好 那基本上呢 这个 这条路 其实就我刚刚讲的 就是 一开始是赛德克族 他们的这个传统领域 然后接着日本人进来之后呢 他当然就会做很多的调查 因为他要控制这个地方嘛 所以他就是 资源调查 对对对 很多资源调查 像这个 据说这个深丑资助 他之前就是在这边做一些植物调查 所以他就从 从物测入山 然后就走到花莲 其实以前就有一些旧道 那他们以前就是利用可能原住民的旧道 那当然日本来以后 他就是要 因为他军队要进驻嘛 那就要更多的人 然后他要有管理的制度 所以他就是变成真的要要很谨慎的去开路 所以呢 那时候在这边有发生一个很有名的 就是有一个日本的深枯大卫 他就在这边 就是 他从物测这边入山 然后呢 后来就带了一批人 要去山 这边做一些调查 探路啊 开路要怎么开这样 就就突然在这个 就是天池山庄上面的一块 一个一个地方 零线上面 就突然不见了 就这一群人就突然 失踪不见了 不知道为什么 那他们当然官方认为说 就是被原住民出草了 然后被杀掉这样子 所以呢 这个就是所谓的这个深枯事件 后来呢 大家如果看地图就知道 其实这个天池山庄背后呢 有一座山 对就叫深枯山 因为日本人就是为了纪念他 然后就叫深枯山 那后来呢 其实这个日本人呢 他就是想要就是开这个横贯道路 一直开开到花莲去 所以呢 其实那时候在1916年的时候 其实那时候这个 大家如果有去花莲的话 应该有听过初音 初音这个地方 对对对初音山 我们很早以前要介绍过 真的OKOK 初音山其实我也有去爬过 其实我觉得花莲 真的其实他 他真的不只有泰鲁阁 他其实花莲很多地方可以去玩 所以大家不要认为说 这是地震 泰鲁阁很严重 那可能花莲就没什么地方可以去了 其实花莲还有很多地方可以去 而且现在有很多活动结合 对对对对 跟在花莲市巡礼 是是是对 我觉得花莲其实是很精彩的一个地方 那初音这个地方 其实就是在吉安 比较靠吉安这边 其实那时候日本人就是有 就是从初音这边 要开一条路 往这个同门这个地方 就是往这边前进 所以他那时候呢 就是分头进行 对他就是这边先开一条路 往山里面开 然后呢隔点 因为那时候有这个荷欢越岭道 就是我们介绍过的这个荷欢群峰 这个荷欢越岭道 然后呢 他后来呢同时跟这个能高 他就是想开一条 就是穿越这个中央山脉这个路嘛 所以他同时进行 所以那时候就是再隔一年呢 其实初音就有一条路 可以直接通到这个往东部这边 就是往中央山脉足脊这边升进去 那那他们那时候呢 其实就是浦里那时候进来 就是我们现在走的 能高越岭道的这个西段 就是我们从浦里入山 然后我们是有有这个车道 一直到屯原嘛 那大家其实走那个车道的时候 就会觉得 一直爬高 有没有 我们那时候虽然这一段是车道 是坐车 但是就是一直爬高 一直爬高到这个屯原 那其实呢 以前这段路就是 日本人其实那时候就盖到这边了 他的路 其实他本来也是要盖车道 盖到这边 那后来因为这个太平洋二战就爆发 所以他那时候后来有中止 那后来呢 就是其实他以前日本人在这边就是也有一个住在所 就是在屯原住在所 就是其实在以前我们停车场的附近 在往前推大概200公尺的地方 就是那时候有个住在所 那以前呢 他们就是从这边就是进去 但是呢 以前他们走的这个 这个他们有所谓能高越岭的新道跟旧道 有这个差别 其实我们后来走的比较算是新道 对是新道 就是他的海拔比较低 那旧道是怎样 旧道是他把海拔拉得比较高 他就是呢 经过这个 以前就是这个深掘大卫 他走的这个路 他是走比较临线 就是比较 就是像我们现在要往那个天池后面 不是有一条路要上齐来难对不对 他就是很快切到这个天池 我们会先到天池吗 那边有个大水池 对不对 天池那边 他那边呢 其实就有一条岔路 直接可以再继续往临线上走 就会到这个 就是比较是临线的地形 然后就是沿着这个临线 一直到连带山 那边有一个连带山 然后呢 他们以前就是比较高这样子 然后一直到 某一个地方的安部 再开始往下切 就是因为东部要慢慢下溪谷了 就往下切 可是我们现在不是 我们现在星道是天池过去之后 是不是都是走平平的 然后一直接到这个光辟巴表 所以其实这个星道跟旧道 它的路差海拔的高差 差200公尺 差200公尺 其实蛮多的 那为什么后来又改成这个星道 星道也是日本人后来修宪 为什么就是因为走临线 那时候冬天天气很冷都会积雪 对所以他们就觉得这段路 常常很困难 因为有时候要行军什么 很不容易 对所以他们就把道路慢慢往下修 然后修到现在我们就是光辟巴表那边 这样子比较低的地方就直接越过去了 而且我记得我们越过去之后 就是走在吊桥的下面 对对对对 而不是走在吊桥上 对对就是等于说现在的路 现在的路就是说他比较 他会经过比较多的桥 对那以前是都是走比较临线 而且以前呢 他们走到天长隧道那边的时候 他们是走天长隧道上面 对他们就不用经过那个断崖下面 可是我们现在不是我们现在是开隧道 直接切过去 对对那还有就是呢 这条路呢除了是日本人 就是说他这个 其实他这个以前也是打这个 不管是赛德克 就算是整个赛德克组 他们的整个以前的算是军用道路 那后来战后呢台电又在这边 就是因为他要利用这个木瓜锡做发电 因为这个以前大家知道以前的电 其实是冬电吸收 以前我们是因为冬电的那个水利资源 比较好嘛 比较多 因为那个大家知道木瓜锡 你去走呢 刚刚越岭道就知道啊 那个落差高差非常多 所以呢他就利用这个水位的高差 就来发电 那以前呢台电就是利用这个旧道呢 他后来就是开发木瓜锡 就是东部的这个水利发电 所以那时候在七彩湖 那时候 七彩湖 对大家是不是每次去七彩湖都看到很多这个电线杆 对就是以前七彩湖这边的这个万大这边的电力 还没有完全好的时候 是东电吸收 所以那时候呢 就是就是利用东部的这个水利发电送过去的 对那所以 呃后来呢 后来就是在比较大概六十几年的时候 因为呢 这个台电又想要继续多盖一些水坝 水坝因为可以就是可以聚集更多的这个水利资源 所以他盖了好像我记得好像六个还七个水坝 那种水坝沿途盖水坝 所以呢 他其实把能高越岭的一些旧 呃就是后来的新路 有些都有点破坏了 因为他等于说 你台电 他要弄那个保线路 一定车子要可以开嘛 对不对 那他把一些旧道呢 有些地方就破坏掉了 所以其实呃好像是从龙剑开始 到齐来这一段 到那个我们现在的齐来山庄 那边如果秀琳姐有去走应该知道 对就是龙剑到齐来山庄这一段 这一段已经不是用以前的这个能高越岭的 的那个后来那条新路了 就是就是变成后来台电又盖这个保线路 对对对 所以其实这一段路其实真的是很多的故事 很多的历史然后很多人也去使用这一段路 然后有不同的目的这样子 对其实我记得从光屁八表那边下切之后啊 我就很很高的盲潮 对对对 然后慢慢的一直往下切 对对对 而且他切蛮深的 对啊有的地方是刚好酒头的崩塌地 所以那个路很乱哦 对对对 你看有这个很就是有经历的 还是有走过的向头来刷 对对对对 对对对 那他他这个其实东段的有一些吊桥 我记得有个吊桥有点 其实他有点是好像有点还有点像日本时代 那个木头的那个 所以走的时候要很小心 因为那里比较湿嘛 通常比较湿滑 所以大家过的时候也要很小心 那个马皇啊 对对 马皇好多爱洗你哦 秀珍姐你知道 我那时候走那条路 我就是遇到七彩马皇 因为花莲不是最有名 就是七彩马皇吗 对对对是是是 对他那个身体真的是有很多颜色 我和林大哥 林中余去做水路调查的时候 那林中余 那里面就一粒 我想说 怎么一粒鸡 很大粒的 还凸起来 整个掉下来 七彩麻烦 对 而且那时候修正姐 她盯我哪里 她盯我 她跑到我的肚脊 肚脊而已 为什么怎么钻进去呢 就跑到肚脊 可能我在擦汗的时候 衣服有掀起来 然后她就直接钻进去 然后真的 那个很大的洞 我跟你讲 现在还有疤痕 还有她盯着疤痕 我们说到这里 现在开始处不复 又走一走 对啦 因为台湾比较潮湿 比较湿 所以如果要去 北山的听众朋友 我们要去做一些功课 不然你去麻烦 跟她攻击的时候 你会很难够 有的人很怕麻烦 我们二姐 听到麻烦而已 嘰嘰叫 不过他就是 那种东西 就是让人很透明 因为就这样 黏着你的行李 会给你收回 你如果不小心 把她用 等她的口气 留在你的行李 会过敏 有的人会过敏 像慧轩 她说那三口 又得了 有啊 我们要去麻烦 夾到 都有一颗蜈蜈蜈 就会跟她结痂 对啊 但是你去 还没效 对对对 所以 有些人是说 如果没有很多姿 是还好 就是当你换血 换血 所以有很多 防治麻烦的方法 第一就是盐 盐要扎 可以撒在他身上 他就会 身体就会缩起来 然后就会掉下来 如果有打火机 有人说打火机 对对对 如果有人摸绿油精 对啦 整个摸绿油精 还是那个摸绿油 都有啦 可以玉黄 所以基本上 走东部这边的 不管是领道啊 或是一些 三进步道 比较容易会遇到啦 因为花莲 而且花莲这边的马黄 就是我刚刚讲的 就是 七彩的 就是说他在光线下 会呈现不同的光泽 对对对 像马脖横断 对啊 那个中平领道 对对对 所以这 有时候我们 是会互相检查 我进行跟 东华大学 研究大型哺乳 在东府的 同学 他们进去做研究 因为那时候 我是国家工程的 巡山员 所以我陪同 他们进去做研究 这个研究生 他们 原来都有一头 像走到头 快点检查 快点 轻轻检查 你把我检查 我给你检查 对有真的 对 没有你说 会宣说的 他说会给你 转进去 其实不必 而且 他两个 对 而且有时候 他会跟着你回家 对对 有时候你没有发现 他还跟着你回家 我去乡 天员 连他就一根 你知道吗 生物的时候 发现 对了 我们那种高龄的朋友 也 страш了 就要死 对 马皇真的是 所以这个部分 我们就稍微注意一下 带什么东西 带好多 什么楼堂 有什么东西 注意注意 对对对 我们继续能够越岭 对对对 我们基本上就是从这个 屯园这边进来的时候 就是我们会先到一个 这个云海保线所 大家先经过一个吊桥 然后就到云海保线所 那云海保线所之前呢 大家一定记得有一座土地公庙 对我们通常会在那边 对拜拜 那这个云海保线所 以前是叫尾上住在所 所以我就说 为什么这条路 其实很多故事 因为他以前就是 日本时代的这个月领道 那沿途就会设很多 这个住在所 大概四公里一个 四公里一个 对那 其实在屯园跟尾上的中间 其实还有一个副事件 那这个副事件 因为我有一次去 我们全家去走的时候 我有特别去找这个 因为在杨南俊老师的书里面 有写到这个副事件 他其实就是在一个 就是向阳的一个转角处 那他其实往上稍微探一下 就会找到这个副事件 我记得附近还有很多那个 那个电线 电线杆 就是那个 因为这里是水力发电 所以都会有那个电线杆 很清楚这样 好那我们过了云海 通常我们都会在这边用餐 那以前就是台电人员都会 其实这个后来 其实以前是住在所 然后后来就会变成保线所 所以你就知道 这个这条路 其实是不同时代 有不同人的这个利用的方式 对那这个云海的后面 其实有一个弹药库 他跟天池的这个结构 其实是很像的 那大家会说哪有天池 现在这个两层楼 完全不一样 对那是因为改建过 那是因为后来这个 这个乌夏雄建筑师 他把他改建过 但是以前 因为以前的天池 后来有就是有被烧掉过 有有有着火烧掉过 那如果他没有着火烧掉过 以前他的那个样子 就是像现在云海保线所的 那个格局那个样子 所以呢这个这个住在所的后面 都会有弹药库 那弹药库以前就是放一些 一些一些 当然现在是变成储存用 但是以前都会放一些 相关的弹药啊 这些东西 我我我我通常的 我都会绕到后面去看 对我这次像三月去的时候 我也有在绕到后面去看 对那好 那继续往前呢 可能就会经过一些崩塌地啦 高绕这样子 那大概到快要8K的地方 其实我们就会经过一个叫松原住在所 其实这一次松原 我是我是这一次才真的进去看 上次也有进去看 对对对对 你上次有 对松原我是这次进才进去看 那个占地其实也蛮大的 然后有看到一些博坎 对然后还有一些酒瓶那些 所以这个都是以前留下来的遗迹啦 那再往前推一点 其实就有那个木炭窑 那个就是以前日本 那个因为山上其实那时候很冷嘛 那这个日军都会在这边 就是烧一些木炭 取暖啊 对就是 然后人 其实现在人都可以进去 就是那个高度 其实就差不多这样子 好那我们再往前推进 其实就就大概已经快要到 这个天使山庄了 那之前会经过一个吊桥 然后还有那个三叠瀑布 就是这个能高瀑布 那个以前在日本时代 有一些黑白的照片 其实就有那个照片 就是那个瀑布非常壮观 那个它是三层的 就是很高的一个瀑布 好然后呢就到这个天使山庄 那天使山庄基本上是 很舒服的地方 大家会在这边住一晚 然后隔天 或者是说有些见脚的很快 对不对 隔天就是马上可以清装去 这个南风啊 或是南华山这样子 对那 大家如果说只是去齐来南华 那就是在这边西段慢慢享受 那如果想要 就是我跟秀珍姐一样 越领到花莲那边的话 我觉得这个也是一个 很推荐的路 因为感受完全不一样 你的那个整个零像啊 跟西部完全是不一样的 好那 那我们其实会就是绕过 就是一个平路一直这样绕行过去 绕到这个安部这里 对那安部这边呢 其实这个光辟包表之前 那个403地震的时候 我那时候我记得我还有传给 就是我们去拍片的群柱 这个强震已经把那个能高 光辟巴表这个安部的这个 有一块那个这个 整个弄掉了 对对 整个震掉了 整个震掉了 非常非常可怕 大自然的力量 对大自然的力量 好那这边呢 其实就是一个三叉路口 一个是就是我们往这个天子山庄来的路 一个是要走能高安东军的 要继续这个推进 那还有一条就是往下的 往下就是走能高越岭道 那这边大家插路要稍微注意一下 因为这边就是会比较不清楚 好那继续往下走呢 其实就是一段落差很大的 就是一直往下 往下切 对往下切 然后支支型的 有点像支支型 然后就切 然后会经过这个吊桥 然后会先到这个快领保线索 快领保线索 我记得我那时候去的时候 正好不知道为什么 门没有锁 然后结果我们就进去 在里面吃东西 对因为那时候有遇到一点下雨 对对对 所以我们就是在里面煮东西吃这样 那基本上这个 现在都变成是台电的保线索 但是以前呢 就是自住在所 所以他们现在 好像台电后来 现在是交给领务署 领务局 因为我曾经有听过 就是大概上半年 就是前几个月 他们其实领务局有想说 把这一段路 再好好的就是 把它调查过整理好 对有想要把它这段开放给 就是把它弄成有点像国家急步道 这样子 对对对对对 所以他们也有在考虑说 这个保线索是不是要 可以怎么利用让它更好 因为我们当时到快领保线索的时候 多好领务局 有人在啊 就开始在整理了 OKOK 我们有问他 因为他砍草啊什么的 他就说因为 之前是保线索嘛 可是现在就变成 就是说好像有意思要交给他们 然后把它弄成国家 没错没错没错 我也是有这样听说 对那 其实快领保线索这附近啊 为什么叫快领 就是它旁边很多红块 红块还有那种 比较是什么红炸漆那一种 就是枫叶的那一种 就是我们说的红炸风 对对对对 它这边就是很多这样的树种 所以其实你走这一段 尤其有时候起雾的时候 很漂亮 那个意境很美 对那 因为它旁边其实就是溪谷 它都是沿着溪谷走这样 然后再往前推进 其实就到那个奇来山庄 对对对 那个就是比较是一个水泥的建筑 那那个基本上是 应该是后来台电他们 就是有在稍微整修过 利用过这样子 那其实到那个山庄之前 也会有一个万应庙 对那个就是拜一些 就是比较无主的啦 对对对 我们通常也会拜拜一下 那通常其实呢 以前这个台电的车子 实际是可以开到这个地方 可以开到这个地方 我们有出来的时候 从奇来山庄出来的时候 走的路大概都是 有点像现在 对就是像路啦 就是像车子可以开的路 对那后来再继续往前推进 可能就到那个 我们能高越岭道的出口 出口它有一个异象牌嘛 就是对那个异象牌 那大家知道吗 其实以前这条路喔 有80公里长这么长喔 啊现在呢 就是我刚刚讲的嘛 因为很多改线啊 或者说台电又去盖很多坝 把路都改掉 现在只剩27公里 所以其实是相对短很多啦 我讲的这公里数是东西 东西段合在一起 就是越岭 越岭这样子 对对对 然后继续往前走呢 就是就会到这个天长 因为现在没有办法通车嘛 所以我们都是用靠双脚走 那就会到这个天长隧道 天长隧道其实 我那时候走的时候 因为每时候路况都不一样 我那时候走的时候是 前面东段的这个隧道口 其实是有落实的 那把遮住一半的隧道口 所以我们是人是要爬 爬过去的 要爬过去这样 然后爬过去之后呢 还要再走差不多四公里的路 才可以接到车子 在我们的地方 对对 我们走的时候已经拯救好 可以 对对对 拯救的差不多了 是车子可以到隧道口吗 对 你看那么好 我们那时候走那一段 后来走那一段 其实是有一处崩塌地 非常的大 然后我们要横渡 那个完全没有抓绳的 然后那个土是松的 所以都要我们要这样踏踏踏 把它踏出那个踏点出来 我们才可以 然后那时候因为学长为了 我那次跟学长走 然后为了安全起见 人包分离 对因为怕 因为掉下去就没有东西可以抓 对对对 要很注意 对所以我觉得就是 山永远都在 这段路不一定会在 我们那时候出来也是啊 虽然有一小段是公路 可是那个公路整个摊掉的时候 你要依着那个崩塌的墙壁 这样走过去 也很危险 对真的很危险 对对对 那也很容易掉 掉下去就是西谷了 是是是 所以大家想想看嘛 这样的路你觉得有可能 重机具这样进来 然后把国六直接拉过来吗 应该是不太可能啦 对啊地质那么样的 对很脆弱 非常脆弱 好啊 我们说到这个环境的问题 是是 我们再次的提醒 听众朋友 我们LNT 在那2006年 林务局 那时候叫林务局 他就开始提供了 他是一头的系统 所以有六大点 第一就是 我们要出门的时候 就要做好整个 规划啦 准备 这是路线 国防民啦 方向管理 这你都要稍微 都一定要准备好 对 第二就是说 你要住 你不三五好住 你要住这个贱地 你就要 贱地 你用火的时候 你不能 用手 这很容易造成 那个森林大火 是 我们之前 玉山的 这个 杜鹃营地 对 这就是一个例子 再来就是说 它困境本来是怎样 我们就尽量 保持安装 原有原貌 来降低 用火的 冲击就对了 因为你可以 特别是秋天的时候 那个 很干燥 很容易就 引起森林大火 是 那一回去 你不是说 把我们手 烧烈烈而已 那些动物 要怎样 有的动物 没护照 都烧死去 对 来尊重野生动物 我们不丢 不取 不跪石 一定要遵守这个 对 再来就是 要拷勿 其他使用的 其他的山友 或者是 我们后面的 这些要使用的人 对 我们可以 尊重这个LNT 我相信 我们的 环境会越来越好 我们的山会 漂亮 不是垃圾山 对 那今天来八山 就跟各位 听众朋友分享 就到这里 会在拜托 这个时间 一定要 会继续收听 Light Bass